少林龙泉舰的走向路线自始至终都在一条线上运动 计法是按照实战需要设计编排的 它常见的步行有 弓步 歇步 插步 须步 钉字步 并步 扑步等 常见的计法是刺 挑 批 撩 斩 点等法 要求足法 身法 眼法与剑际密切配合 即上下合一 左右合一 内外合一 快慢合一 心意合一 进气合一 阴阳合一 智际合一 方能资交季节 达到健身防卫之目的